今天一大早起来就迫不及待的去看看昨天养的螃蟹 咦,怎么少了一个呢? 你老婆跑哪去了? 找呀找,找呀找 小家伙好像躲在西瓜藤里面了 看这样子已经领盒饭了 还是去给你找个老公吧 在小河边找了一块浅滩 在浅滩上面画了一个葫芦的形状 准备制作一个葫芦形状的抓螃蟹陷阱 准备了一点湿润的泥土 一定要用这种粘性比较大的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把竹筒给固定住 把准备好的竹片竹筒全部给它插上 这样子有螃蟹,龙虾进来的话就有去无回了 再把竹筒给固定上的 把最后的竹筒也插上 每到夜晚的时候螃蟹 就会往岸上爬寻找食物 爬到这个葫芦陷阱里面 就会被困在这里面 效果特别的实用 现在把螃蟹最喜欢吃的饵料 扫在这个葫芦陷阱里面 期待明天的收获 等一会儿咱们开启直播 就在这个小戏里面抓三螃蟹 螃蟹还挺多的 这小戏里面